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是太尉千金 生不逢时 娇生惯养了许多年 眼看到了出嫁的年纪 天下大乱 十八路藩王一个塞一个凶猛 对王都虎视眈眈 其中最猛的便是燕王沈席玉 藩王中的后起之秀 一月之间连下数十成 如今燕君已经在王都十里之外 安营扎寨了 沈席玉原本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破落户 逃荒路上差点饿死 老燕王收留他 给了口饭吃 并招他入赘 没几年 沈席玉斩了人家 坐上藩王之位 摇身一变成了金冷清贵的新任燕王 要多讲理有多讲理 说是书香世家出来的贵公子 也有人信 只有王都的大官知道 沈席玉送来谈判的人 要多蛮横有多蛮横 是个披着华丽皮囊的强盗 剩下时节 炙热的暑气 驱不散我心底的寒 一刻钟前 父亲下朝回来 端着茶做了半日光景 一句话不说 气叹个不停 我母亲差点哭断气 我的圆圆身骄体弱 吹个风都要生病 怎么能送去王都之外 给他当妾 我爹云辽雾绕 愁容满面 夫人 燕王没说 让圆圆作妾 呸 你当我不知道 他家中早有妻事 母亲扯着嗓子 大有不想活命的架势 燕王燕王 说得好听 他就是咱家出去的马夫 要不是你当初心狠 那样对他 他能恨上咱们 我家当年 对待沈席玉 的确算不上好 叫人家当牛做马 受尽折辱 沈席玉还坐过人凳 下雨天跪在地上 被我沾满 泥泞的绣鞋 踏着上车 如今 他富贵发达了 我吓得小脸煞白 哆哆嗦嗦 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爹胡子一吹 两眼一瞪 他不惦记 远远我能打他 是 他也惦记过我 我拒绝了 最佳一等 我不管 远远不嫁 母亲嘶吼道 我爹两袖一摆 气呼呼冷笑 行 不嫁 燕王打进来 咱们一起死 从谈判到现在 半个月 沈席玉已经辞了 八次王都送去的婚帖 不是贤李家小姐娇气 就是贤王家小姐病牢 皇帝灵机一动 连夜修书 宋王沈席玉军营 宋家小姐可否 宋元 也就是我 比李家小姐更娇气 比王家小姐更病牢 沈席玉二话没说 派使臣回了聚 可 这是寻仇来了 眼看他们越吵越烈 我忍着眼泪从椅子上站起来 爹娘 别吵了 我嫁 早晚都是死 我走在爹娘前面 也算尽孝 出嫁那天 我娘哭得肝肠寸断 我也哭成了累人 家里没有陪嫁丫鬟 因为沈席玉说 他什么都不缺 只要人 天朗气轻 王都万人空相 百姓都来为我送行 我穿着流光溢彩的喜服 浑身挂满昂贵珠宝 若不是怕折断我纤细脆弱的脖梗 皇帝还想把一串沉甸甸的东珠挂上 他眼含热切 说 我是王都的恩人 要走的体面 十里路 走了一天 我便足足哭了一天 既害怕又无助 等到天色完全看不见了 远处依稀闪出橘色的光运 星星点点 优越将至 人死到临头 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 沈席玉一句话 斩了江陵太守三十八房姨娘的头 悬在城门势众 至今还没取下 这种说一不二的狠毒性子 我一个花瓶斗不赢的 明日 我的头 便会送回王都去 我听着轿外传来马蹄声 泪痕干涸 面露麻木 少请 外面有个男人骑着马来 冷冰冰质问 怎么这么慢 大人饶命 抬轿子的轿夫是要活着回去的 他们慌乱跪了一地 轿子歪歪斜斜落在地上 差点把我甩出去 时隔多年 再次听到沈席玉的声音 我呼吸急促 懊悔不已 早知道当年就收敛些 好好带人家 还能留个全尸 我爹语重心长地告诫过我 到了别人的地盘 要懂得服软 这样能少吃一些苦 于是我手脚发软地掀开帘子走出去 黑灯瞎火 只见有个身量高大的男人挡住了火光 我垂着眼飞快走去 牵起男人粗糙的五指 夫君莫怪 是妾身不好 让夫君就等了 一时间 只有林间速速的风在响 我斗胆仰头 借着灯火的光 看清眼前的男人 浓眉大眼 胡须好像刀枪林立 魁梧害人 像极了我爹桌案上供奉的关公 我惊恐地张大嘴 哆嗦得更厉害了 沈熙玉怎么变成这样了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我腿一软 阴差阳错栽进他怀里 硬着头皮柔声唤道 呀 夫君 头好晕 主动头怀送抱 总不会错 谁知不远处 传来一声云淡风轻 不冷不热的讽笑 怎么 你是桥上本王的下属了 熟悉的音色从不远处传来 听得我头皮发麻 多年过去 即便站在漆黑的荒野 我一眼就认出了沈熙玉的身影 并不单薄 也不厚重 是恰到好处的身量 个头高挑 说话的时候 尾调会隐隐上扬 听来像阴侧侧的调侃 当年他用肩膀 扛着我越过墙头 摘刚熟的春桃 肩膀染满泥泞 眼中盛满柔光 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 沈熙玉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惊觉方才的乌龙 可能会叫我丢命 于是提着累赘的嫁衣 叮叮当当追进军帐 夫君 我错了 白竹跳动摇曳 屋中朴素 唯一的红便是我身上的嫁衣 沈熙玉丝毫没有取我的意思 果然 我是做妾来的 我战战兢兢地跪在床下 大气不敢喘 抬起头来 沈熙玉的声线如珠落玉盘 周身围着一层浑然天成的贵气 只是语气不大好 我怯生生地抬头 入眼先是他华贵无痕的天青色衣袍 网上是束缚窄腰的玉带和环配 清玉色的穗子垂在柔软的被褥间 最后是他的脸 棱角分明的轮廓 剥削紧敏的唇 锐利深邃的眸 展开了一些 比之当年更加俊美 传言不虚 如今叫王都的贵公子 一般无二了 他忽略我湿润的眼角 稳坐高踏 薄唇勾起一抹冰冷的微笑 本王当年怎么伺候小姐的 小姐可还记得 我惶惶抬眼 对上他沉静如水的眼眸 心头一惊 当年沈熙玉时时刻刻跟在我身边 我一句不喜 他便替我挡下王都世家公子抛来的绣球花 我任性骄纵 犯了错 爹爹第一个打的便是他 因此沈熙玉不光不受我爹待见 更不受整个王都世族的待见 他因为我吃了许多苦 可当沈熙玉站在青涩的鱼里 双眸黑沉坚定 小姐 我心悦你 我脚弄着帕子 后退一步 你我 身份有别 我想了很久 我们还是算了 轻飘飘一句话 把我和他的情谊一笔勾销 沈熙玉眼底的明光一寸寸消失 隔天就被家丁打出了府 这是我对他说过最后的话 如今他要我伺候他 要命 万一毛手毛脚把沈熙玉惹毛了 死得更快 怎么 不会 沈熙玉反手一提 将我拽进去 翻身扣住我纤细的脖梗 笑得温吞甚人 刚才对别人投怀送抱的时候 倒是轻车熟路 到我这儿 便不行了 我脸一白 认 认错了 才分开几年 小姐就不认识我了 当初朝夕相对 是喂狗了 沈熙玉显然已经恨上了 始乱中气的我 冷笑一声 玉指一挑 卸了我身上的珠宝 当年用哪只脚踩了本王的背 我快被沈熙玉的气势吓死了 视死如龟道 两只脚 哦 沈熙玉不紧不慢 替我把鞋子脱了 把在手里戏盘 柔弱无骨的 你说 捏碎了如何 我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饶了你 她顺着脚踝网上 在我的小腿处打转 起一抹不带温度的笑 小姐使乱中气的时候 可曾想过今天 我双足保养得极好 沈熙玉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偶尔用大了力气 我脚背便会留下一处红痕 救命啊 我硬着头皮 打算主动一点 少受点罪 来的路上 喜婆教得匆忙 我学得也匆忙 因此忙活一痛后 我卡壳了 白竹染过大半 光线昏尘 面对沈熙玉暗沉沉的注视 我越慌越挫 手一软扑通跌坐怀中 触到某些不可名状的物识 沈熙玉闷哼一声 咬牙道 你们王军好算计 还想让本王段子绝孙不成 此刻 半面烛光染上了沈熙玉的侧脸 她衣衫半截 露出半片梗子 背懒地瞧着我 从她的耳后发肩 到胸前 有道深深的疤 以前 我偷偷看过沈熙玉洗澡 那时候她 好看得紧 身体紧实有力 肌肤光洁如玉 远没有今夜地斑驳害人 我战红了脸 轻轻拂过沈熙玉肩颈的疤 你怎么弄的 她勾起唇角 拜小姐所赐 如今瞧着 倒知道心疼我了 原来 我爹当年下了狠手 疼不疼啊 我渲染欲气 沈熙玉脸上的笑容一收 毫不留情地 把我埋进被褥里 沉着脸冷喝 疼 别碰我 睡觉 沈熙玉闭眼躺在外侧 牙关紧咬 我没料到她能发脾气 战战兢兢缩在被褥里 梦里 我又回到当年 锦衣华服的青衣男子 骑在枣红马上 举高临下地道 宋小姐 你和我是天作之和 我劝你乖乖应下这门亲事 否则 身边的人却胳膊少腿的 可别怪我 一转又是个雨夜 我在昏暗的柴房里醒来 衣衫蓝绿 身上伤痕遍布 我娘劈开门冲进来 抱着我嚎啕大哭 对于那段过往 我记不太清楚 只知道从那时起生了病 一听嫁人 就怕得要死 可我待在沈熙玉身边 在睁眼 已经天亮 沈熙玉穿着妥当 将一块玉佩递过来 让我给她记 我脑子猛猛的 稀里糊涂地给她记在腰间 就听她不冷不热地丢下去 三日后 夫人来迎 摆清自己的位置 沈熙玉的夫人 老燕王的女儿 她提到夫人时 神底缓缓 让出默默温情 仿佛在谈论至亲之人 我墨底心头一紧 苦涩弥漫至心头 外面都传她杀了燕王 抛弃弃子 如今看来 却并不是这样 当年她离开王兜 不知所踪 天下刚乱 哀红殿野 她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不敢想 燕王对她有救命之恩 沈熙玉绝不可能做出 恩将仇报之事 如今沈熙玉心肩上的人 已然是正防夫人烟月了 压住心底的惆怅 我低眉顺眼地硬道 是 妾身一定不跟夫人顶嘴 只见沈熙玉笑笑 云淡风轻道 不会兴风作浪 本王娶一个外事干什么 我傻了 她什么意思 让我跟夫人对着干 看出我的拒绝 沈熙玉抛出第二个选择 或者 你更愿意当人道 我一瞬间想到了 无数种可能性 最终断定 沈熙玉想借我的手 让她夫人吃醋 我娘教了我十几年 如何当一个正式夫人 可没教过我 如何当个兴风作浪的小妾 如此重任 压在我脆弱的小身板上 我惶恐啊 我想写家书 争风吃醋的事 得问我们家姨娘 沈熙玉眼神晦涩地 打亮我一眼 在桌上摊开纸 示意我过去 可她就在旁边盯着 我提笔半天 落不下一个字 怎么了 沈熙玉眉宇眉宇间 隐隐生起不耐 我扭扭捏捏 最后硬着头皮 在她的注视下 写道 姨娘安好 敢问姨娘 如何勾引夫君 我觉得不够 又补充到 能气死主母的法子 有哪些 我悄悄看了一眼 发现沈熙玉板着那张俊脸 眉头越皱越紧 似乎不太满意 这关乎着我的生死存亡 我不得不继续到 最好让她家宅不宁 宠妾灭妻 好了 沈熙玉无情地 抽走我的家信 老三 送走 我急着伸手去够 求求了 让我再写一句吧 我还没报平安呢 沈熙玉举得更高 俯下身子讽道 你是人质 报什么平安 是啊 她恨我家 巴布的父亲母亲在家里哭死 我不是夫人烟月 我没资格跟她谈条件 第三日 夫人到了 原本沉寂的军营 顿时热闹起来 烟月是老燕王的亲闺女 是他们真真正正的自己人 比起对我的客气 军营里的人对夫人 是发自内心的亲近 这天 我起得极早 特地打扮得花枝招展 出门时 沈熙玉早已立在外头 瞧见我的装扮 不动声色看了很久 马车远远驶来 蓝色木帘低调厚重 少请 车停在人前 一双手从里面伸出 拨开帘子 露出一张鹰气逼人的脸 我愣住了 烟月梳着高马尾 窄袖奇装 丹凤眼 柳条腰 四肢紧视 英姿飒爽 真是 帅气得很 沈熙玉神情柔和了些 怎么没骑马 容他歇歇 夫人从车园上跳下来 步履轻快地走到我面前 毫不在意地打亮几眼 那的切 沈熙玉并不反驳 夫人仔细围着我转了一圈 你喜欢这种的 就差把雍之俗粉写在脸上了 若不禁风的娇花 哪哪都有 等打下王兜 你想要几个要几个 沈熙玉轻笑一声 不予置平 反倒叫我先回去 眼看他们进账 我找了个隐蔽之地听墙角 三个月后 雍王戒掉的兵马 可直抵王兜城外 到时候咱们合力攻打 王兜必败无疑 烟月清澈的声音 极具标志性 沈熙玉 你到底怎么想的 明明你可以早几个月 拿下王兜 非得搞和亲 怎么 宋家的仇非报不可 非报不可 沈熙玉一字一句道 当日所受之辱 我要他悉数还来 那倒也是 谁能想到宋氏小姐 会下此狠手 烟月叹了口气 要不是我捡着你 怕是连命都丢了 我越听越震惊 当年我爹到底对人家做了什么 还想要他的命 难怪他身上伤痕遍布 我触摸的时候 沈熙玉眼底压着一层不见光的音意 沈熙玉竟然误以为是我做的 不远处传来守备军脚踩枯枝的声音 我不敢多留 匆匆逃回营帐去 沈熙玉一定误会了什么 可我该如何解释呢 我想了半日 无从开口 强行解释 只会在沈熙玉伤口上撒盐 从王都出来前 王军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宋小姐 正所谓英雄种 温柔香 你为百姓现身不丢人 只要能拦下燕军 镇保你家世代荣华富贵 要不现身吧 美人计也是计 万一沈熙玉还念着我一丝好呢 熬到深夜 沈熙玉回来了 手里还捏着一封书信 知道他恨我的缘由 我一动不敢动 沈熙玉怪异地瞧了我一眼 吩咐道 拆开看看 接到手里 发现是姨娘寄来的家书 我在沈熙玉的监督下打开了信 小姐 为妾之道 在于一个骚字 骚手弄姿 为其根本 床子间 要放得开 富途如下 屋里静悄悄地 沈熙玉平缓地呼吸加重了些 我从里到外熟得彻彻底底 浑身燥热 若知道开篇就是姨娘私藏的密途 我宁愿一把火烧了 至于如何弃主母 当面与家主眉目传情是下策 与之谈笑风生 暗示自己与家主 琴瑟和明方位上策 你母亲待我不薄 我可从来不用 至于宠妾灭妻 小姐要琴学第一条 待怀德子嗣 方能实现 看完 我已经不敢动了 沈熙玉坐在斜后方 目光落在我脸上 炙热晦暗 乱七八糟 她轻斥一声 语气轻慢 却勾得我心肩一颤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 低着头站起来 夜深了 该该 沈熙玉突然抱住我 扔进床里 我猛地勾住她的脖子 抓住机会道 熙玉哥哥 我一直喜欢你的 第一次大胆直白地说这种话 舌头差点打结 沈熙玉神色一僵 掐住我的下巴 雨掉冰冷 再说一遍 这么多年 我从没忘记过你 此次和亲 是我自愿的 沈熙玉眼底卷了浓郁的墨色 轻轻抹撒过我的唇半 讥讽道 当年 是小姐亲口说 马夫身份低贱 配不上你 如今又配得上了 我绞尽脑汁 挤出几滴热泪 我是有苦衷的 如果当年可以 我愿意跟你远走高飞 沈熙玉没等我说完 粗鲁地稳住我 一番啃咬后 威胁道 宋元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 再骗我一次 我把你挫骨扬灰 我乖绝地点点头 抱住沈熙玉 这次真不骗你 我发誓 红杖软软垂落 珠宝首饰一件件 从里面掉出来 最后金镯子 当当掉在地面 咕噜着滚远 信纸洒了一地 密图生动地 在烛火里摇曳 我断定沈熙玉 昨晚蓄意报复 此日 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手软脚软地 从帐中爬出 捂着腰下床时 刚好对上 沈熙玉 燕足的目光 他勾勾唇脚 慢条丝里地 系好扣子 乖乖待在这儿 别瞎跑 午后跟我和夫人用善 我红着脸点点头 沈熙玉 在我赤裸的双足上一弯 嘱咐道 罗袜穿好 我憋了半天 小声道 布料粗 磨得慌 本来这里的衣料 我勉强可以忍受 结果昨晚肌肤饱受 搓磨后 沾着就疼 我承认了 我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废物 是多矫情 沈熙玉给我个痛快吧 我静等沈熙玉发怒 谁知他扭头 吩咐战外的士兵 回渝成买上等的料子 渝成 是他刚打下不久的城池 织布公义一绝 可以说除王兜之外 余成的布料天下无双 美人计当真如此管用 我心中生起西记 试探开口 扶军 王兜可不可以不打呀 沈熙玉手一顿 贴了我一眼 宋元 安心当你的花瓶 其余的哨馆 我颇为挫败 昨夜现身的结果 就是保了自己一命 王兜该打 还得打 哎 我被懒得躺到晌午 慢吞吞对镜梳妆 尽可能让自己 看起来像个无害的花瓶 烟月的帐子中 早已传出饭菜的香气 还有我想念很久的桂花糖糕 我不履急促 进屋时拌了脚 发现烟月和沈熙玉 并肩坐在一起 烟月守着一整盘桂花糖糕 正吃得尽兴 难为你这么多年 还记着我的喜好 我心里一睹 没有来得想起从前 沈熙玉从街头到巷尾 只为买我最爱吃的桂花糖糕 如今 她依旧会为喜欢的姑娘买 只是这份天爱换了个人而已 反观沈熙玉为我留的位置 面前清汤寡水 还有我避之不及的炒苦瓜片 我深吸一口气 再次提醒自己 不要自作多情 破镜重圆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不然总是话本里居多 席间 也不知道沈熙玉哪根筋不对 不让我吃甜的 还要抢我的苦瓜片 我塞了半碗饭 勉强果腹 之后再也塞不下 沈熙玉离席时 我便一道回了 那瓜片冷辣 苦一入喉 绵延不绝 刚进屋 我便奔到桌边树口 沈熙玉站在后头 不嫌不淡道 苦吗 苦 当年本王就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他坐在桌边 枝头瞧我 都说夫妻应当同甘共苦 你也该尝尝 很难说他眼底是畅快居多 还是恨意居多 他这话叫我生出息迹 我出神地望着他 夫妻 沈熙玉脸一沉 收了目光 轻斥 你倒是会抓重点 即便如此 我心里仍然涌起一股 控制不住的甜蜜 趁他不注意 偷偷塞了颗糖寒在嘴里 没等把糖纸藏好 沈熙玉隔空伸过手 捏住我鼓起的塞 冷笑一声 好啊 宋元 原来你是这种小白眼狼 敢在我眼皮子低下偷奸耍花 他用食指敲开我的软唇 抵在牙关上 张嘴吐出来 嘴里实在太苦了 我压紧牙关不松口 含泪匆忙嚼碎糖块 准备咽下去 沈熙玉总有办法叫我妥协 只见他栖身上前 将我压在桌子上 低头擒住我的唇瓣 另一只手捏住我的鼻翼 我因为窒息 张开了嘴 蜜糖与唇齿间的苦涩融为一体 苦意卷土重来 我急得拍打沈熙玉 无济于事 他强盗似的抢走了我 紧剩的甜蜜 抵着我额头 动猫似的挠我下巴 藏了多少都拿出来 我遮遮掩掩的 没快过沈熙玉的手 很快一枚小小的糖盒 躺在他手掌心 糖盒四周的黑漆抹掉些许 花纹被磨平了棱角 在烛光下显现出温润的光滑 木料并不贵重 刀工拙劣 但胜在花纹匠心毒蕴 沈熙玉将住了 这是他当年送给我的糖盒 送府的人不许我吃糖 只有沈熙玉惯着我 许多年过去 他也没料到 一些旧物还能再次出现 何敌有他亲手刻的原字 我生怕自己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被沈熙玉觉察 伸手去夺 你还给我 沈熙玉骤然收进自己袖子里 神色一寸寸变得冰冷 你方才是故意让我瞧见的 我躲他还来不及 怎会故意为之 沈熙玉低着头 默然把玩着糖盒 宋元 这是本王当年一刀又一刀 雕出来的东西 为何要还给你 他张开五指 只附上依稀能见到浅浅的疤痕 有些话 你说三分 本王便信三分 可你 千不该万不该 拿他做筹码 来探我的真心 我知道他雕琢糖盒的时间 足足小半年 因此从不敢叫他磕了碰了 这是我的念想 谁都不知道 我急得拽住他的袖子抢 你给了我 就是我的 沈熙玉吃笑一声 猛地正开我 后退一步 我给了你一颗心 你如何糟蹋的 记得吗 你嫌本王脏的时候 记得吗 我浑身如尽了冷水般 抖个不停 我没有 你我身份有别 还是算了 沈熙玉一字一句念出当年的话 你亲口所言 本王冤枉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回忆起这个场景 我都会产生一种恐惧 就好像有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不跟它分开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自嘲道 我的东西在你眼中从来都不值钱 一个糖盒想必也廉价极了 唯一妙用 便是被宋小姐拿来 详我骗我 沈熙玉开了闸 说话一句比一句伤人 万一就管用呢 王都几万百姓的命 和你吃鱼王军的命 便都保住了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 你如何断定 我非你不可 你别说了 我陡然拔高声音 颤着身子 牙关紧咬 你走吧 出去 沈熙玉气笑了 连连点头 目光冰冷 好 好 我走 这脏东西 不要也罢 糖盒被扔进了火盆 沈熙玉面无表情地 淋上火油 将蜡烛扔进去 伴随着熊熊火焰 营帐帘子一掀 人消失在黑夜里 我费了好一番力气 才扑灭了火 糖盒烧得面目全非 一碰就散 我丧气地瘫坐在地 以着桌子腿 神情正正 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 沈熙玉心中有结 不是几句甜言蜜语能解开的 根基毁了 筑起的高楼 终有一日会轰然倒塌 我和他中间的沟壑 拿什么田 不知怎地 就睡了过去 再醒来 烟月的侍从等在外头 宋小姐 夫人喊你叙话 我在地上坐了一夜 起身时浑身虚软无力 勉强用腌制水粉压住黑眼圈 出门发现 军营空了一大半 沈熙玉不知所踪 我刚跟他吵了架 无心其他 一路走来 掀开烟月的营帐 他已经备好茶水等我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便是宋小姐 在他知道你的秘密前 自己走吧 我愣在当场 烟月沏了一壶热茶 隔着鸟鸟茶云 语气镇定平和 新朝的皇后 不能有任何污点 在沈熙玉之前 你的清白给了谁 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不出三日 沈熙玉的探子 便会将这个消息 传进他的耳朵 我不愿看他再封一次 所以悄悄离开 是你最好的选择 他的话像隔着一层雾 模糊不清地传进耳朵 眼前的场景渐渐拉远 突然 当年瓢泊雨夜 闯入我的脑海 模糊的记忆 竟然有了轮廓 母亲破门而入 拿大厂将衣衫蓝绿的 我裹在怀里 声泪俱下 明晃晃的火把点亮了木色 我被爆出门时 父亲正对着什么人 破口大骂 我蜷缩在母亲怀里 抖得厉害 回去后彻夜丝毫 声音都是哑的 此日 雨时渐歇 沈熙玉骑马而来 站在天青色的雨里 眼底盛着明光 圆圆 我心悦你 可是 为时已晚 我神情恍惚 麻木地说出练习了一夜的话 沈熙玉 我们身份有别 你走吧 我们还是算了 那年沈熙玉走后 我大病一场 醒来便稀里糊涂的 性子越发懦弱 整日闭门不出 直到某一天 我忘掉了一些事 身子也渐渐好起来 此刻 烟月的话就像一把利刃 划破我尘封在屈窍里的茧 我在血淋淋的事实前 无所遁形 烟月拨弄着碗底的茶叶 打江陵的时候 太守府的姨娘们 故意设局 意图攀上沈熙玉 他们给沈熙玉灌了药酒 本以为能得偿所愿 第二日 却是沈熙玉浑身染血 提着他们的头走出来 宋小姐 她此生最恨始乱中气之人 因你封过一次 倘若再有第二次 天下人不容她 你难道想看她功败垂成 尸骨无存吗 我明白 帝王之位稳妥与否 要看天下百姓人心向背 十七路翻网虎视眈眈 沈熙玉一旦背上试杀的骂名 就是给了他们机会 烟月叹了口气 既然打定主意和她一刀两断 就没有心软吃回头草的道理 我瞬间被抽干了灵魂 无力地闭上眼睛 他们都说 沈熙玉杀了你父亲 是真的吗 烟月云淡风轻地笑笑 宋小姐 你觉得是谁做的 在她灼灼目光下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烟月笑出声来 眼底的野心再也不加掩饰 父亲她老了 与其坐等被其他藩王蚕食 不如主动出击 沈熙玉背着这个罪名 只能跟我合作 而你 就是吸引她 攻占王兜的耳 原来自始至终 都是烟月一个人的独角戏 宋小姐 跟我做笔交易吧 烟月说 我是时候退场了 作为交换 她可以保全我的爹娘 送我们龟隐山林 其实我没得选 也不难选 三个月后 天暖风轻 我端着切成块的瓜 站在屋檐下 看楚激州 扛着水桶 在庭院里往返 如今 我们定居在一处 山清水秀的 偏远小镇 此地三面环山 一面环水 仓储丰富 远离战乱 往来百姓不多 不通外界 当时我爹遣散了大半仆人 只剩几个侍卫跟着 楚激州便是其中之一 他原是我爹的贴身随从 住在前院 此次家里逃难 他忙前忙后出不少力 喂 你吃点瓜吧 我朝他挥挥手 声音很轻 自从想起往事 我又恢复了以前 阴郁胆小的模样 每每有陌生男子靠近 就如同惊弓之鸟 浑身冰冷陡坐一团 楚激州是唯一一个 能陪我说话的 他身量高挑 脸庞光洁白皙 透着一股冷峻 起初我怕急了他的样子 几次哭着喊着 叫父亲把他打出去 直到某天下午 他经过窗外 之后窗台上 留下一个精致的小糖盒 我缓缓拿起 摸索半天 对他爱不释手 从那之后 便愿意跟楚激州说话了 楚激州撂下水桶 到井边打了水擦洗干净 才折回来 接过我手里的瓜 笑着说 谢小姐 阳光下 洁白的水珠 顺着他筋骨分明的脖子 滑进衣巾里 我不禁出了神 想起许多年前 沈席玉也是这般 温柔耀眼 姨娘经过廊下 笑着打趣 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这话落在旁人耳朵里 是句细语 落在我耳中 却像一柄刺刀 周身如垛冰窖 我疼得站起 脸色煞白地倒退一步 楚激州察觉到我情绪不对 停下动作 目光担忧 小姐 我慌乱地摇摇头 后退着进了屋 我 我累了 我先歇息了 当天晚上 我又开始做噩梦 我梦见雨天 王公子的马车陷入泥泞 他彬彬有礼地掀开帘子 道 宋小姐 可否叫你家车夫帮个忙 接着画面一转 车夫伸手分离 王公子凝笑着闯入车中 捂住我的嘴 随后 睁开眼便是母亲抱着我 嚎啕大哭 那晚的星星很亮 却没能驱散黑暗 我淒厉地哭喊出声 叫着沈席玉的名字 圆圆 呼唤一声声传来 将我从黑暗拉回 我喘息急促地睁开眼睛 温暖的灯光驱散了噩梦 母亲引在暗中 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红了眼眶 她怜惜地摸摸我的额头 我原本以为沈席玉念旧 会好好待你 是我们想得太好了 以后 圆圆待在母亲身边 哪都不去 我像个受伤的雏鸟 躲进她的羽翼之下 哽咽着点头 由于噩梦的纠缠 我缠绵病态 日渐消瘦 坐在镜子前时 里面照出的人 眼窝深陷 双目无神 纵使母亲耐心地 替我描眉梳妆 依然盖不住满脸憔悴 这日 父亲起身 去隔壁的镇子上 找郎中 等入夜才回来 身后跟了个人 大夫 快给我闺女补补吧 最近吃什么吐什么 郎中十分恼怒 风尘仆仆地扔下药箱 不耐烦地往我手腕一搭 没好气到 怀了 正常 屋中几人瞬间愣住 什么 他整整绣衫 怀了 没听见 给你们开几副药 喝完再来找我 说完 郎中疑惑地扫过我们所有人的脸 谁是父亲 话落又一阵沉默 我窝在被子里 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 郎中明白了什么 捋着胡子问 去还是留 去 父亲母亲一口同声道 留 是我说的 父亲气得在屋里乱走 声声声 他沈席欲得 总能有我闺女的命重要 不行 必须打掉 之后 我便没再说话 黏答答地靠在床里 独自流泪 晚上 母亲端了一碗 顿熟的蛋羹来 扶着我靠在床头 圆圆 我知道你舍不得 可是我也是母亲 我舍不得你苦 我泪流干了 眼巴巴看着外面 母亲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和喜欢的人 长相厮守 母亲绷紧了嘴唇 半嗓颤着声音道 你没错 是我的错 我教你诚实善良 教你与人为善 你救了王家的畜生 毁了你一辈子 你说不想让沈席欲蒙受屈辱 取不竭之人为妻 我和你爹便狠心 把他逐出王兜 是我们把你教得太好 反倒苦了你自己 母亲吹了吹滚热的蛋羹 味道我嘴边 圆圆 沈席欲做了皇帝 你却不是名正言顺的皇后 这孩子作为长子 如何自处 我想到烟月 他野心勃勃 必不会叫这个孩子健康长大 生下来 徒增无望之灾 我默默叹了口气 眼底好不容易生起的一丝光 重新归于暗淡 算了 疼一下 就可以和他彻彻底底的一刀两断 劳烦大夫开一张堕胎的方子吧 我语气轻缓 郎中轻叹道 可惜了 他开完方子 背起药箱 步履匆匆地消失在夜色 父亲本想派楚激州连夜煎药 可我实在疲惫 拖到了第二天 结果天刚亮 一对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小院 昨夜的郎中指着我喊道 官爷 就是他 画上的人就是他 士兵张开一张泛黄的画 仔细对比后大喜 喊道 陛下吩咐了 抓住活人 先入天牢鞭吃四食 如果还有气 他亲自来审 若是死了 草席一卷丢乱藏岗去 我被人粗暴地拖起来 神智魂恶 敢问你们陛下士 士兵冷笑一声 燕王继位 为天下新主 连惹了谁都不知道 不知你是可怜 还是可悲 漆黑牢狱里 陪着我的 只有一盏马灯 我知道 黑暗中 有很多人盯着我 泥泥腥臭的气息扑面 偶尔传来犯人们的怯怯思语 只呀 木栅门打开的声音传来 脚步声越走越近 宋小姐 别来无恙 一道影子被马灯拉得很长 烟月站在牢门外 他身着明黄凤袍 与四周格格不入 听说你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他无视肮脏的地面 缓缓蹲下 视线与我平起 宋小姐 告诉本宫 孩子是谁的 倘若我答错一句 我的父亲母亲 太尉府的一众老仆 恐怕见不到明日的太阳 我稳住呼吸 在他的视线中 颤着嘴唇道 不是陛下的 三个月前 你刚刚离开他 烟月眼底闪着悠悠的光 看得我胆战心寒 是我家下人的 我与他情投一合 三个月前 刚见面便怀上了 是楚激州吗 我喉咙一滚 闭上眼 是 楚激州早已趁乱逃出 因此我并不担心会牵连到他 烟月笑了 明日我会着人送晚要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 不管是不是沈席玉的孩子 他都不敢留 那么问这句话的意思 只能是 我双眼无神地 看向幽暗的角落 沈席玉是不是正站在那里 他走后 我侧卧在小床上 整夜不敢闭眼 生怕一睁眼 就重现当年被人掳走的惨状 更害怕一睁眼 父亲母亲离我而去 熬到快天亮的时候 突然有人走进来 一左一右架住我 用布条蒙上了我的眼睛 不等挣扎就被他们直接批晕 再有意识 便是在咕噜行驶的马车上了 黑暗中有人说话 四十鞭子什么时候赏 隔几个等了几天 鞭子进得油汪汪的 陛下却迟迟不下令 到底怎么想的 圣意难测 听说里面那位肚子里 有野男人的肿 只怕此行不是吃鞭子 而是私下处死 我一时昏沉了 动了动手腕 发现被绑得严严实实 连嘴上都被封了布条 我听懂了他们的意思 沈席欲要杀我 事到如今 我没力气反抗了 死了也好 乱世里哪有不死人的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受了很多苦 等装在小小的盒子里 躺在地下 也许就不会累了 这样想着 马车渐渐停了 我以为会闻到血腥气 或是尸体腐烂的恶臭 事实却什么都没闻到 他们扛着我 步伐平稳 走了很长一段路 突然有光透过布条缝隙射进来 接着 我被扔在一个柔软的地方 木门支安一声 四周重归于寂静 我好像被扔进一个房子里 我静静坐着 什么都看不见 突起的小腹 受不得蜷缩的姿势 我动作迟缓地略略伸开腿 侧意在墙上恢复体力 突然 耳边传来冷冰冰的声音 你去哪了 这声音熟悉得很 且近在咫尺 我如遭雷击 寻找声音的方向 急切地扭过头 沈席玉什么时候出现的 还是说 从刚才起 她一直在这里 眼前的布突然被掀开 待我适应光线 才看见沈席玉站在明光里 舞爪金龙在身前盘踞 衣着服饰叫当初更为金贵 我神色正正 甚至没想好说辞 只见她一双丹缝眼里迎满冷意 甚至还有被人抛弃的愤怒 沈席玉上前 挑起我的下巴 揉搓着我干裂的唇瓣 说话 你丢下我 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颜月从未告知我 隐居之地的名字 室内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口口声声说的自愿和亲 又是骗我的 对吗 她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眼底续满阴液 这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 再次抛下她 是事实 沈席玉语气是掩饰不住的失望 和心灰意冷 我原以为 你心软 顾念旧情 甚至 沈席玉自嘲一笑 是喜欢我 才愿意嫁过来 你别这样 我抖着双手抓住她的衣袍 我喜欢你的 够了 沈席玉冷喝一声 深吸一口气 稳住情绪 我倒宁愿你一开始就聚了 也好过被你给个甜枣 再打一巴掌 屋中烛火跳动 发出琵琶声 沈席玉被对我 坐在远处的小凳上 明黄的衣裳 扮演在暗影里 侧脸露出一丝疲惫 我赤脚走过去 缓缓跪下 陛下 或不及家人 我以命相抵 求您放过他们 沈席玉 讹脚的青筋跳了跳 起来 我执拗地垂下头 听听发落 宋元 沈席玉的声音很轻 你以为 朕要报仇 你会活到今日 我茫然地望着她 陛下想怎样 要间切打掉孩子 继续伺候您吗 可以的 沈席玉差点咬碎后草牙 用杀人的眼光 死死盯着我 宋元 你给朕听好 朕不在意孩子是谁的 朕也不在意你喜欢谁 朕只问你一句 走还是留 短暂地寂静之后 我挫败道 留 沈席玉骤然攥紧拳头 骨节泛了白 她冰着漆黑的夜色 似乎下定什么决心 于是扭过头来 眉眼压得滴滴的 宋元 这是我给你的 最后一次机会 再骗我 我不敢保证 会做出什么来 我晓得 沈席玉疏然起身 解下衣服 我惊惧地后退一步 你想干什么 这表情大概刺痛了 沈席玉的眼 她讥讽道 刘的意思 你难道不知 我还有孩子 朕没那么卑鄙 她冷哼一声 一把提起我 丢进床里 还没到对一个身怀六甲之人感兴趣的地步 她自己横在外侧 放下杖子 我则傻愣愣地坐在靠墙的位置 看她闭上眼 过来 暖床 她必着眼吩咐道 我狂乱的心跳 并没有因为她的闭眼而消停 沈席玉尽在咫尺 我仍旧不可抑制地乱了心 沉默半晌 慢吞吞扯过被子 躺在一旁 暖床还用阵教你 凌冽的话语点醒了我 此刻我该贴过去 说是暖床 此刻沈席玉身边 却是最暖和的地方 我挪了挪 将头轻轻枕在她胳膊上 缩在她身下一个 刚好能容纳我的空挡 再然后 小心翼翼地 将手搭在了沈席玉的胸口 抓住她的衣襟 这是最令我安心的方式 沈席玉没再说话 自从恢复记忆后 我还是第一次 睡在沈席玉身边 梦魇破天荒 在今夜变得浅淡无痕 后半夜 我依稀记得自己哭了 没了以往的惊惧 却满心哀伤 我似乎在梦里 喊了沈席玉的名字 有人拍着背 轻轻哄着 折腾了好几次 才昏昏睡去 第二日清晨 我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 撞进沈席玉 一双暗沉的毛子里 她冷着一张脸 赤裸的胸膛上 搭着我的手 还有几个牙印 钱金早就被钻得 皱皱巴巴的 松开 正该上朝了 她声音带着清晨的牙 和淡淡的不悦 我脸一红 匆匆撤掉手 局促地抱着被子坐起 回忆起昨晚 我突然不确定自己 是否真的叫了沈席玉的名字 梦中哄我的 是不是她 沈席玉被对着我穿衣裳 我一时出了神 直勾勾盯着她看 直到她回头 与我四目相对 我才恍然发觉自己失态 耳根红了一大片 待会有人来请平安麦 别乱跑 沈席玉系着扣子 对上我欲言又止的目光 你想说什么 昨晚我哭了吗 沈席玉垂眸 哼道 震睡得死 哪里知道 我一时窘迫 换了话题 父亲母亲 他们还好吗 他们好与不好 全凭你如何表现了 沈席玉对着镜子里好衣裳 只要听话 他们自然无视 否则 他俯身一把拽住 我纤细的脚腕拖过去 阴沉地把玩着 朕就把你锁起来 你这辈子 别想见到他们 我早就撇到了床头的铁链 吓得缩起脖子 沈席玉想要的目的达到了 唇角勾了勾 放开我往外走 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怯生生地问道 沈席玉眼染上 一星半点的愉悦 这几日是忙 赶日吧 果真 他一连数日没来 我夜间又开始睡不安稳 加上吃得不多 很快受脱了响 我疲惫地已在床边 盯着外面盛放的玉兰花出神 数着花瓣 猜沈席玉什么时候来 突然身后有阴影投落 不吃不喝不睡 你想干什么 我紧绷得身体突然放松下来 回头露出喜色 你来了 他神情一紧 看见我憔悴的面容 浮现怒意 非得看朕凹死 你才舒坦是不是 离了人就闹脾气 是什么毛病 不知道还有孩子吗 我头重脚轻地朝他扑过去 将他瞬间僵硬地身躯拉近 别骂我 让我睡会儿 话没说完 人已经昏过去了 昨日午后 行宫里闹得不可开交 陛下抱着小娘娘 脸色煞白 把御医一股脑地叫进去 挨个枕脉 断定小娘娘只是睡着后 她松了口气 将所有人竹出来 抱她上榻的时候 手都是软的 原以为终于消停了 众人都松了口气 谁知道了后半夜 小娘娘凄厉地喊王家 救命什么的 还直呼陛下的名讳 隔着窗只听陛下那着性子红 许久声音才消下去 她从行宫里出来时 天已蒙蒙亮 气压低沉 扣子都记错了 李恒忠暗暗瞧着她的脸色 提着扶沉 不敢多言半句 陛下连续几日未眠 处理完前朝大事 方一抽身便急匆匆来行宫 看小娘娘 谁知惹出这样大的乱子 李恒忠没开口 沈席玉却先发话了 旧都王室还有多少人 李恒忠低着头 暗暗搜刮肚子里的消息 王家 旧都王丞相一家 城破时早就散得干干净净 于是道 不多了 主家工程师死了不少 家仆四散在各地 照出来 沈席玉语调平静的可怕 一个不辣 他低头 抚摸着手背上的血痕 这是方才 宋元睡梦中抓伤的 他声音凄厉痛苦 简直前所未见 沈席玉的心底 没有来生起一种恐惧 数日前 他被宋元的唾起声惊醒 他浑身冷汗 七七爱爱地喊他名字 哭得好不可怜 原以为是凶了他 害他受惊 偷偷安抚良久 今日细想 这其中 未必没有缘由 当年王家上门 送援婉拒 之后呢 他为何如此惧怕 王家公子 他站在清晨的冷风里 身子骨一点点冷透了 有个可怕的念头 浮现出来 当年 他寸步不离地守着宋元 可只有一次 他出了王兜 次日回来 宋元就跟丢了魂似的 和他一刀两断 有时候 真相离他 只有浓得化不开的仇恨 或是薄薄一层纸 等仇恨淡去 那个真相 竟令沈席玉望而却步 他不自觉地扣进 宋元抓出的伤口里 直到流出了血 疼得他微微醋眉 思绪戛然而止 不 他审二一见马夫 粗莽无耻 配不上太尉千金 所以何该被玩弄 不需要别的原因 他闭眼仰头 深吸一口气 试图说服自己 他宁愿宋元是玩弄他 清晨的冷气灌入肺 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 也越提醒他 这个托词有多可笑 宋元是第一个对他好的 为了他与长辈争辩 挨了手板 躲在闺房里哭 他急着安慰他 宋元却反过来对着他撒娇 要糖吃 他离府之时 宋元乖乖地站在屋檐下 眼巴巴问他 什么时候回来 他与宋元相处三年 倘若他从未变心 沈习玉不敢往下想了 陛下 您流血了 李恒忠尖锐的嗓音 在悠长的公道上传得很远 沈习玉并没有理会他 冷声吩咐道 一天时间 是半不成 你提头来见 李恒忠心中一紧 晓得陛下是动真格了 立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上朝一如既往地枯燥繁琐 百废待兴 诸多杂事挤在脑子里 叫沈习玉身心俱疲 下朝时 燕月早已在殿外等他 宋小姐是被陛下接走了吗 沈习玉脚步一顿 是又如何 燕月一噎 默默攥紧了手 陛下 您别忘了当年是怎么起家的 如今朝城中多的是燕王一脉 沈习玉根基不稳 如何与他抗衡 沈习玉笑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皇后 你知道朕的底线是什么 是 他靠燕军打的江山 却并非靠燕月 他的恩人是老燕王 但老燕王却早就被燕月夺去了性命 时至今日 燕军旧部仍分为两派 一派是老燕王传下来的 对沈习玉忠心耿耿的 一派是燕月麾下的 内斗多年 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 某些层面上 他与燕月 更像是相互提防的敌人 沈习玉不介意 他插手一些事情 但燕月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管他喜欢谁 恨谁 更不该邪恩图报 把主意打到宋元身上 他手伸太长了 燕月负气离去 沈习玉立在高高的台阶之上 少请 垂下眼 盯着手背上的伤口 陷入沉思 入夜后 下起了雨 沈习玉向来浅眠 自从坐上皇帝之位 夜夜大门四场 空旷幽济的工程 仿佛一抹漆黑不见底的深潭 一旦沉底 便再也爬不出去 今夜睡不着 干脆也不睡了 他枯坐在龙椅上 看着凄冷的雨 莫名想起当年 在宋府的日子 那时候也冷 下了雨 他站在廊下首夜 宋元慧打开一条窗缝 递来缩衣 顺便捧着一杯热茶 放在他手心里 红着脸说 我喜欢雨 想多看一会儿 久而久之 沈习玉胆子变大了 敢偷偷猜测 他不是喜欢雨 也不想看雨 他会不会是 喜欢一个人 有宋元做陪 漆冷的雨夜 似乎就没那么冷了 可是后来 宋元一句话 就将情义断得干干净净 雨夜寒凉 水气顺着窗扇的缝隙钻进来 旧伤便开始 丝丝拉拉的疼 一部分是上战场留下的 一部分则是当年逃出王兜时 被人打的 当年那伙人 可是照着要他的命去的 生死垂危之际 他听见宋元的侍女 将他赠予宋元的物件丢在脸上 催到 小姐嫌你脏 所以你碰过的东西 他都不要了 他赠予宋元的所有物件 都被扔进烂泥沟 其中唯独少了那枚小小的糖盒 沈席欲知道自己脏 身份低贱 配不上宋元 可一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山崖 沐浴着光 突然牵绳的人踹你一脚 看你重新落入深渊 讥笑你痴心妄想 绝望中便会生出怨怼 经年累月的酝酿 便会滋生扭曲的仇恨 沈席欲自知 他是腐烂的蛆虫 卑鄙无耻 肮脏下流 可若是站在山崖上的人 被人拿刀抵着 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呢 思绪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是心口的顿痛 像吞下的毒药 药性绵延不息 只要还醒着 便不得安宁 沈席欲闭着眼 仰着脖子 轻轻醋眉 得到宋元的短暂一小段时光 是快乐的 瞧着他费尽心思地讨好他 便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 之后 他消失了 他又开始陷入 无休无止的痛苦和煎熬 饮阵止渴 用来形容 他在合适不过 沈席欲轻轻扣着桌子 欲搬纸发出哒哒的脆响 少请 与墓外出现一个黑衣人 李恒忠走出去 与他逼于片刻 便走进来 擦擦淋湿的额头 道 陛下 查清楚了 他走到沈席欲身边 躬身而语 沈席欲原本闭着的眸子 豁然大睁 脖子上的青筋请客抱起 脸色惨白 进而转为死灰 如一棵枯树 乐无声气 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露出他早已猜到的真相 他不得不靠捏住茶盏 来掩饰自己波涛翻涌的情绪 都下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 半晌 沈席欲哑着嗓子吩咐道 连自称都忘了 李恒忠心底一叹 给众人使了个眼色 合上大殿的门 窗外的雨是大了一点 打在芭蕉叶上 沈席欲捶着头 静静坐着 只觉得那声音如同上行 一滴一滴敲在他心头上 把肉敲开 敲烂 露出一颗肮脏的黑心 宋元曾开玩笑 说他是个长情之人 喜欢一个东西 便会待在身边很久 于是 沈席欲又想起了 那个被焚毁的糖盒 即便转天 他后悔了 用杀惯了人的手 给他重新叼了一个 可是有什么用呢 大错已酿成 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他沈席欲 对不起宋元 是他一厢情愿 在宋元遭遇恶难之后 在他的伤口上 撒了一把盐 他错得彻彻底底 该死的不是宋元 而是他 沈席欲浑身冰凉 寒意清净骨子里 他突然咳了几下 短暂的平静之后 猛然弯腰 咳出一口血 醒来时 外面的天 依旧是黑沉沉的 枕清寒凉 我从床上坐起 扫尸一圈 找不到沈席欲 窗外下了雨 风声萧瑟 卷着雨滴落在窗扇上 啼啪作响 窃窃思雨 顺着风声传入我的耳朵 陛下还站着呢 李公公打伞被踹了一脚 让他滚呢 雨大风大 今夜不得消停 要不叫小娘娘劝劝陛下 陛下 是打定主意 在外头淋一夜的雨 不许惊扰小娘娘 听说方才还吐血了 这样折腾 如何吃得消 谁吐血了 沈席欲吗 四周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见 我起身下地 踩着绵软的地毯 赤脚穿过大殿 走到门口 用力拉开大门 伴随着枝呀的木门声 雨雾扑速而入 天地间水汽茫茫 朦胧的灯色透过夜色 勾出不远处 一个高挑的轮廓 我就站在门口 顶着风望向他 那人似有所感 猛地抬头 视线穿过雨幕 落在我身上 雨滴滚落乌檐 四株落雨盘 变作暗夜唯一的音色 工人跪了一地 鸦雀无声 他一动不动 好像个石头 突然石头动了 大步朝我走来 朦胧感一层层退去 露出他冷冽的眉眼 薄霄的唇和凌乱的胡茶 沈席玉浑身湿搭搭的 乌发粘在脸和脖子上 憔悴许多 你怎么不进来 我仰着脖子 有些担忧 衣袍在廊下 脱行出一行水渍 沈席玉站在门口 不敢寸进 只用一双絮满痛苦的眼睛 锁着我 半晌 语气沉痛道 远远 对不起 话音刚落 我脸色变得煞白 他都知道了 这种感觉 就像终日悬在头上的刀 突然落下 砸得我血肉模糊 我后退一步 低下头 紧紧攥住拳头 寒冷清及全身 冷到骨子里 半晌 我滴滴哀求道 沈席玉 你别不要我 沈席玉冬得跪倒在地 用手捧住我的脸 强迫我注视着他 他凝着眉 眼眶红了 远远 你在说什么 我用了最大的勇气 说 我不干净了 没有告诉你 对不起 这句话如同凌迟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来的 只觉得脸上像被人打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 这一巴掌 却像同样打在沈席玉脸上一样 他突然哭了 捧着我的脸颊 半天才颤着声音挤出一句话 远远 不是你的错 他语无伦次 手忙脚乱地捋着我的碎发 你没有不干净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跟你在一起 是我高攀 我红着眼睛 满腹委屈 终于得到了宣泄机会 可是你把我的糖盒烧了 你说只给我一次机会 我又骗了你 痛苦在沈席玉的眼底碎开 他捧着我的手 按在自己侧脸 远远 你打我吧 抽死我 沈二一见马夫 不懂事 犯了魂 你狠狠抽 自从见到沈席玉后 我每天战战兢兢 活在被他发现的恐惧里 倘若他知道真相 将我撵走怎么办 肆无忌惮地羞辱我 又该怎么办 会不会连肚子里的孩子 都被他视为野种 那个可怕的梦 夜夜来纠缠 连我自己不知道 还能撑多久 我还住沈席玉的脖子 痛哭出声 沈二 这些年 我好害怕 对不起 圆圆对不起 他声线发紧 发出困兽般的嘶鸣 我是个混蛋 我没保护好圆圆 风裹着凉意 吹过湿漉漉的发 我咳嗽起来 沈席玉骤然回神 抱着我亮呛起身 匆忙吩咐道 礼衡中 烧热水来 我浑身已经湿透 靠在沈席玉身上 冻得瑟瑟发抖 他二话不说 脱了衣裳 将我裹进棉被 自己则揣过我的双脚 放在心口 李衡中进来时 就见沈席玉狼狈地跪在地上 着急忙慌奔来 陛下 您怎可如此啊 他弯腰去扶 被沈席玉一把扫开 滚 热水呢 很快木桶被热水蓄满 沈席玉撵走了所有人 亲自抱着我下到热水里 寒意一点点散去 沈席玉压根不撒手 他小心翼翼地为我搓着头发和肌肤 生怕把我碰坏了 我两眼红肿 摸上沈席玉的肩膀 那道丑陋可怖的疤痕始终压在我心头 疤是怎么弄的 沈席玉攥住我的指尖 轻轻舍稳 不问了 远远都过去了 他替我擦干身子 抱上床 往后我守着你 哪也不去 有他陪着 我惊慌不定的心一点点吻下来 我拽了拽沈席玉的钱筋 红着脸道 你过来一点 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 他低下头 与我贴得很近 鼻息交融 孩子是你的 沈席玉瞳孔一颤 仿佛一尊凝固的丸石 他动作迟缓地刮着我的脸颊 呆呆傻傻的 眼底的喜色如泉水喷涌 圆圆 沈二何得何能 值得你如此相待 他凑过来 虔诚地稳住了我 隔阂消去 情意滋长 帐中的温度一点点攀升 最后一刹那 沈席玉突然止住 浮在我肩头 轻轻叹了一口气 圆圆 睡吧 我双目迷蒙 见他眼底玉色未消 轻轻还住他的腰 我没关系的 沈席玉神色一紧 额头青筋直跳 少请他闷哼一声 压住我的手腕 圆圆 你并不会因不幸而低人意等 所以不必以此来讨好我 心底的盘算被揭开 我顿感难堪 可又不全是 知无半天 急得满脸通红 沈席玉眼底划过一丝了然 腹又吻来 可如果 圆圆是真心实意地想 为夫就确知不公了 这一觉 就睡到了午后 一睁眼 发现沈席玉仍在枕边熟睡 依稀记得那年花招节 手帕娇约我出游 沈席玉跟在身后 我趁他不注意 偷偷和手帕娇溜走 去隔壁的姻缘庙 求得一箱囊 据说偷偷压在心仪男子枕下 日后他便是你的枕边人 被沈席玉寻到后 他冷着脸将我抗回马车 数月不答应我出府 后来我翻窗将香囊 塞进沈席玉枕头下面 不知他还收着没有 沈席玉闭着眼 哼道 圆圆 昨晚手不累吗 我一张脸瞬间染满红霞 你该上朝了 陛下 御医前来 替小娘娘整平安麦 有人隔着窗扇轻轻换倒 沈席玉睫毛动了动 睁开了眼 与我四目相对 他亲了亲我 将头埋在我颈窝里 摸了摸小腹 他踢你了吗 才三个月 太小了 沈席玉陪着我又躺了会儿 才穿好衣裳起身 叫御医进来 隔着一道纱帘 有人在我手腕上一搭 枕了半天 语气凝重道 陛下 如今小娘娘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身子却较常人瘦弱三分 想来是长期京剧 心神耗损所致 要如何养 吃什么用什么 沈席玉懊悔不已 昨夜震还与他 我脸上滚烫 明明昨夜我并没尝到什么甜头 都是沈席玉尝到了 说这个干什么 御医倾咳一生 那个倒是不妨事 切记劳心伤神 否则腹中胎儿便保不住了 我早有心理准备 颠簸数日 身心俱疲 孩子能完好无损地待在身上 已是万幸 沈席玉沉默了很久 道 万事确保他万无一失 其他都不重要 老陈明白 御医走后 沈席玉传了早善进来 让我坐在镜子前 替我挽发 只见他动作娴熟 时不时通过铜镜撇过来 太尉府的宅子 我命人打扫干净了 你父亲母亲 还有家仆 都住回去了 谢陛下龙恩 沈席玉缓缓缓握住我的手 圆圆 别喊我陛下 喊沈二吧 以前在家 我便习惯喊他沈二 可你是皇帝 不合规矩 就叫沈二 圆圆是小姐 你的话就是规矩 沈席玉替我戴上金簪 细细描眉 端向半天 笑到 好看得紧 我笑了笑 吃饭的时候 多用了两碗 突然沈席玉对我说 圆圆 先回家住几天吧 乍闻他的要求 我筷子一抖 肉丸子顺着边缘滚到地上 我惹你生气了吗 接收到我小心翼翼的眼神 沈席玉眼底闪过一抹痛色 摸摸我的头 没有 我不在的时候 你得有人陪着 一些固有 你也许多年没见了 少时 我是王都最风光的姑娘 无忧无虑 每日在街头巷尾长阳 金玉堆叠 娇声惯养 可这么多年 我早已忘记 没心没肺的憧憬来日 是什么感觉 也忘记偷偷爱慕一个人 是怎样的滋味 我的命数 似乎在那个夜晚 被西树夺了去 沈席玉欲言又止 最后疼惜地看着我 圆圆 我保证 你会变得和以前一样 出宫的事 只有沈席玉身边的李公公知道 似乎在防着谁 我随着沈席玉坐上马车 两侧的红宫墙 再加到两侧逐渐远去 老宅一切如旧 父亲母亲相邪立于门前 半月不见 他们二老已两鬓斑白 我刚下车 母亲便红着眼睛扑过来 泪如雨下 我的好圆圆 你怎么又瘦了 你在宫里可吃过什么苦 沈席玉跟着我下车 远远站在后面 父亲不卑不亢地拱手 草民见过陛下 沈席玉侧身 大人客气 远远想家了 朕陪她回来一趟 气氛有些凝滞 父亲见沈席玉站在不动 不得已轻壳一声 那就尽服 好 沈席玉回答得干脆 似乎早就在等这句话了 到家的时候 正是晌午 众人便坐在一起用饭 我吃多了 没什么胃口 沈席玉淡定从容地 坐旁边给我包虾 父亲母亲对视一眼 派出父亲说话 陛下 府里不缺下人 心潮百废待兴 您日理万机 小女就不麻烦您了 前台词就是 时候不早了 你该走了 沈席玉仿佛没听懂一样 无碍 她喜欢吃振包的 我头快要埋进碗里 一不留神呛了口 脸都红了 这可把一家人吓得够呛 母亲急得碎碎念 圆圆身子弱 可别呛坏了 我摆摆手 示意自己没那么娇气 沈席玉静手回来 突然我眼前光影倒转 被沈席玉打横抱起 瞧你也不饿 不如回去歇着 在父亲母亲惊恶的视线中 沈席玉面色如常 轻车熟路地往规格走去 屋里暖哄哄地 心添了一些物件 沈席玉将我放在床上 替我卸下繁重的大肠和朱差 我并息坐在床头 红着脸控诉 你怎么如此粗茫 沈席玉跪在床边 替我脱下袖鞋 沈二本就是马夫出身 我不粗茫 谁粗茫 她噎得我无话可说 只能闭着嘴 任她摆弄 沈席玉陡然栖身靠近 直起我冰凉的双脚 慢慢搓着 我红了脸 声若文盈 你干什么 给小姐暖脚 她用滚烫的手心包紧 光天化日 屋门大厂 我修得无法见人 快 快放开 万一被人看见 不放 沈席玉的脸皮 堪比城墙斑厚 又像个温润如玉的登徒子 叫人 陛下 错了 再叫 我迟一半赏 战战兢兢喊道 夫君 这才对 直到我脚彻底暖和了 沈席玉这才饶过我 转身替我收拾东西 夫君 我试探般又叫了下 沈席玉正背对着我叠衣上 嗡了声 等着我下文 我想吃祭菜 有孕以来 口味叼得很 总想吃些这个时节没有的东西 沈席玉专心做活 回到 秋天没有祭菜 不过有秋梨堂 我靠在软枕上 懒懒地应了声 那就买秋梨堂 沈席玉把我推进床里 轻轻应道 好 都听圆圆的 太尉府的日子过得分外平静 唯一将我父亲气炸的 便是沈席玉在我闺房安了家 我对此十分不满 皇帝有自己的御书房 没有圆圆陪着 我害怕 我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逻辑 正走神呢 就被沈席玉揪过去 揽在怀里 怎么还是瘦瘦的 他丈量了一下我的腰 叹了口气 圆圆 你还想吃什么 我都给你弄来 我听着他强劲有力的心跳 手指漫不经心地 划过他的脖梗 落在疤痕上 再一次问道 你的疤 到底怎么弄的 与他相处这么久 每当我提及此事 沈席玉便岔开话题 这道疤 仿佛成了他心底的隐痛 被深深藏起来 沈席玉叹了口气 将我抱在怀里 磕在石头上伤的 又是熟悉的说辞 我顶起他的下巴 手伸进领子 揭开他的衣裳 那道蜿蜒的疤痕 一直延伸到深处 沈席玉喉结滚了滚 嗓音沙哑 圆圆 没这么撩拨人的 我还得看折子呢 我气得一拳垂 在沈席玉肩头 没正经 我还没问完呢 沈席玉攥着我指尖 轻轻吻着 一点也不疼 倒是你 这几日要安心待着 外面太乱 前几日听闻 有人在街上抓人 据说要扔进宫做太监 后来 听下人闲聊 才知道沈席玉 把王氏公子找到了 当夜就送进皇宫 焉成太监 这是他一直没说 我也全当不知道 只是晚上就寝时 颇为热情 叫沈席玉受宠若惊 午后 沈席玉因为杂事出府 让我在屋里等他回来 少请 李恒忠去而复返 站在外头道 小娘娘 陛下的药忘拿了 劳烦您取一下 我顺着沈席玉的桌案到处找 最终在角落里 找到一个小瓷瓶 我知道沈席玉的伤 发作起来疼痛难忍 越发忧心她的身子 给李恒忠送药食 没忍住问了一嘴 沈席玉不说 李恒忠未必会瞒着我 李恒忠提着扶尘 低眉顺眼地回道 先拿鞭子缠住脖子 拉回去 撞在早就枝起的毛上 刺穿肩胛骨 若是跑不动了 连心脏一块挖出来 我听得心肝发颤 怎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法子 李恒忠目光幽深 意味深长道 小娘娘 此事就要问你父亲了 都是战场上杀敌用的招式 谁知道 怎会用到陛下身上 难怪沈席玉不肯告诉我 当年他差一点 就没命了 我魂不守舍地走出院子 想找父亲问问 父亲是太尉 掌管旧都兵马步防 他的属下上过战场 当真是他背着我 对沈席玉做了那种事 途径柴房 刘书正一边杀鸡 一边跟旁人闲聊 想当年 咱们战场上 都是这么载人的 我教你们 像这样 先缠住 一拉 撞在刀上 鸡扑扔着 鸡毛乱飞 下一刻 血标见出来 刘书手法熟练地拽着鸡脖子一划 瞬间开膛破腹 他摘下鸡心 扔进水盆 鲜红地血刺痛了我的眼 沈席玉的巴突然闯入脑海 当年 他也是这样吗 命被别人捏在手里 像这只鸡一样 他总说不疼 可这与灵池有何区别 刘书还在继续 这种法子 一时半刻死不了 除非血流干了 战场上 谁有功夫砍头啊 动不了就行 一种恶心突然涌至心头 伴随而来的是心疼 我肝偶不止 浮在树下 用帕子捂住嘴 带的恶心劲过去 我缓缓起身 突然 下腹一抽 隐痛自小腹 逐渐蔓延全身 我冒出冷汗 眼前发黑 滴答 鞋底在青石砖上 撞出鲜艳血花 我捂着肚子 脸色惨白地跪倒在地 不明白为何会如此 刘叔听见动静 扔下手里的刀冲过来 小姐 你怎么了 快来人 出血了 沈席玉接到消息时 孩子已经没了 他疯了似的往门里冲 看见宋元静静地躺在床上 闭着眼 毫无血色 沈席玉撞开众人 慢慢蹲在床前 他的圆圆 他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才离开不过半日 这么就成了这样 郎中抹了把头上的汗 不经意间拿起手帕一袖 神色大变 拿来的东西 速速拿开 难怪孩子没了 你们怎能如此不小心 郎中的话 犹如兜头泼下的一盆冷水 沈席玉脑子嗡的一炸 那是他带在身边的帕子 昨日为圆圆擦汗 便留在他手里了 明明是新帕子 唯一可能 便是有人在他的眼皮子低下 动了手脚 他一向小心 甚至对宫里所有人隐瞒了行踪 只有李恒中知道 到底是谁 远处 刘叔自责道 你说我非得讲那玩意干什么呢 哪个姑娘听见杀人不害怕 都怪李公公 他不提这茶 我会想起讲这个 沈席玉缓缓闭眼 心沉入谷底 不须多问了 当年他就下李恒中 把他留在身边 培养至今 他跟了自己四个年头 出生入死 沈席玉谁都不信 却信他 殊不知 他身边隐藏最深的棋子 便是李恒中 陛下 圆圆他是我的命 为了他安稳活着 有些事 须得跟您谈谈 宋太尉坐在门前 抽完一管子烟 迈着沧桑的步伐 去了书房 沈席玉陪了宋元一会儿 突然冷着脸起身 像做了什么决定 待到谈完 日头已然偏息 沈席玉在廊下站了半赏 闭眼 日光打在身上 感受不到一点暖 失去孩子的痛 无比清晰地传来 明明未雨绸缪了许多 眼看就要将燕月一挡连根拔除 不曾想叫燕月狗急跳墙 害了圆圆 猴头一甜 他呕出一口血 慢慢弯下身子 撑着郎柱深深喘息着 心脏揪成一块 生疼 少请 他一拳锤在柱子上 起身向门外走去 昆宁宫内 檀香鸟鸟 自新皇登基以来 这里是最清静的地方 就连皇帝都不来 燕月闭目坐在软椅内 撵着一串菩提 菩提起先是白的 但如今变得白里透红 包了浆 可见已经跟了燕月不少年月 从他杀第一个人开始 染过无数人的血 包括他吃鱼的父亲 殿外传来脚步声 燕月缓缓睁开眼 就见李恒忠匆匆归来 主子 送室的孩子 没了 沈席玉忙于伤心 便是咱们的机会 双方争斗越演越烈 撕破脸是早晚的事 他眼眸闪过一抹立光 浅浅笑开 若非他是个女儿身 哪里还用得着沈席玉 他自认不比任何人差 可世道不公 瞧不起女人 燕王的救党看不上他 日日劝他给沈席玉生育子嗣 他偏不 主子 奴才怕陛下 燕月冷笑一声 怕他作甚 那要 你可按照吩咐下 在他饮食里 李恒忠点头 他的身子一日差过一日 等他游进灯窟 便是我手里的一只傀儡 燕月提起菩提 对着天光细细端向 很快 我就能 砰 大门轰然倒塌 强烈的天光刺的燕月 眯起眼 尚未看清 下头便传来 李恒忠凄厉的惨叫 只是一下 便了无声息 燕月侧头 只见李恒忠的尸体 就倒在脚下 伸手分离 沈席玉提着剑 白衣染血 双眸星红 如地狱来索命的恶鬼 他脸色一冷 沈席玉 你这是做神 话未说完 就被沈席玉狠狠 扼住了脖子 掐的气都上不来 燕月的脸色 因窒息 迅速染上一层灰 他心头腾起 极大的恐惧 沈席玉动了杀心 他要杀了自己 这个疯子 沈席玉一脚登在椅子上 靠近 字字清晰 声音冷冽 毒妇 还我孩子命来 他眼底是一颇 看不见的黑 无一丝情绪波动 燕月只在战场上 见过沈席玉 就像个杀神 不死不休 他一定要想法子 就自己一命 燕月死命地拍打着 沈席玉的手腕 用仅有的气音 挤出几个字 小姐 嫌你脏 沈席玉乍听到这几个字 树然松了手 一箭插进燕月的肩膀 你再说一遍 燕月捂着脖子 剧烈咳嗽 扶在椅子上 气若油丝地盯着沈席玉 露出一抹癫狂的笑 小姐嫌你脏 所以你碰过的东西 她都不要了 她怪声怪气地开口 粗嘎的嗓音 仿佛将沈席玉的耳膜割破 沈席玉将剑插身了些 问 你为什么知道 燕月猛地摔碎虎幅 在周围不断增加的守备军中 裂开嘴笑了 因为我就是那个侍女呀 沈席玉的心 一点点沉下去 在王都郊外追你的 拿鞭子铲你的 用毛刺你的 都是你的属下 是你日后唯以重任的燕王救部 燕月笑得得意 先骗你 再拉拢你 先杀你 再救你 投靠仇人的滋味 如何呀 沈席玉转了转手腕 见便弯着燕月的肉 血鼓鼓流出 燕月晓得她动了怒 亦知道沈席玉心狠手辣 两军对垒 她赢不过她 可是如今四周都是她的人 沈席玉中会变成她脚下的一条狗 燕月无视躯体的疼痛 故作轻松到 太尉府长 各个周郡城防布局 全府上下固若金汤 只有你 能帮我打开突破口 她笑出声来 英雄 难过美人官啊 沈席玉 我真庆幸 你是个大情种 耍点手段 就能让你背叛个彻彻底底 这些话 无异于往沈席玉心口上捅刀子 她承认 南征北讨多年 是因为太尉府 有天底下最权的沙盘土 她耳如木染 知己知彼 一坐上燕王之位 便视如破竹 原来 她不过是燕月一早就相中的工具 沈席玉 别怨我 燕月勾勾手 便有人将刀架在了沈席玉的脖子上 你坏事做尽 那孩子的命 是替你祭天呢 再过不久 宋氏 也会一起 下去陪你 沈席玉被带走了 走的时候 深深看了她一眼 叫燕月 无端生出一丝恐惧 说心里不慌是假的 可她不后悔 燕月咬住不惊 猛地拔出沈席玉的剑 腾出一脑门子汗 国不可一日无主 她不敢杀沈席玉 软禁变成了权宜之计 李恒忠死了 会有王恒忠 孙恒忠 只要毒药源源不断地送进去 沈席玉早晚会成为废人 在规格中养了足足一个月 我病好了大半 如今 沈席玉消失了 孩子也走了 我一滴泪没掉 终日坐在门前 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一言不发 我没有追问沈席玉去了哪里 家里也没有人提起她 一切仿佛重新回到了 我没出嫁的时候 只是往来的百姓 喜欢对着我指指点点 我的名声 反倒不如巷子里的寡妇 父亲每每提着大烟斗 一个个驱赶 他们就骂骂咧咧地跑远 怕人骂 就别出门啊 父亲反骂回去 我闺女愿意去哪去呢 她就是坐你家门前 你也得给我憋着 不讲理 不讲理 那日午后 我去找了父亲 当年 您怎么把沈席玉赶走的 父亲一脸不屑 还能怎么赶 打晕拖走的 就扔到王都外头的土坡 家仆便回来了 我将李恒忠告诉我的事 和盘拖出 父亲紧紧皱着眉头 怪不得沈席玉恨宋家 恨得牙痒痒 原来有人从中作梗 父亲 我要进宫 不行 倘若真如你所说 烟月是罪魁祸首 你如何斗得过他 我疼得站起来 压住心底的疯狂恨意 那就让我的孩子枉死吗 沈席玉被软禁 谁能护得住你 父亲脱口而出 意识到自己失言 猛地杀住嘴 什么意思 沈席玉怎么了 父亲白白手 不欲多言 圆圆 天冷了 以后少出门 这事不许再想 从那天起 他变得很忙 头发也染了双湿的 白得飞快 他说 家里就我一个闺女 我就是她和母亲的命 他拼死也要护我周全 可我不想归缩在别人身后 当一个累赘了 我将自己关在房里 一连就是树日 第一场雪的时候 王都又乱了 火光冲天而起 从南到北 一直燃尽宫城 我站在冰天雪地里 眼睁睁看着宫城上方的焰火盘旋 想见生了八次 从不同的位置飞起 在夜空中炸开 我听不见冰歌声 却能闻见隐隐的血腥气 父亲不见了 太尉府被父亲的旧部保护起来 所有的门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他们又开始了 乱世总要死很多的人 为了全事 人人皆可为奇 今夜 不知道又是谁踩着别人的尸骨 爬上去 到了后半夜 大门突然被撞 密密麻麻的黑衣人 攀上了墙头 只是他们大多受了重伤 抵不过卫兵的攻击 突然 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朝我射来 母亲猛地推开我 自己却被划伤了手臂 混乱中 身后便有人狠狠扯出我的发 拉出太尉府的大门 好啊 终于找到你了 他们两个想吊虎离山 差点要了我的命 只要你在我手里 我什么都不怕 我听声音 就认出了烟月 听得出气息不稳 应该受了重伤 狡兔三哭 烟月的到来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他手劲极大 顺势掐住我的脖子 我一言不发 任凭他拽住 向远处退去 空旷无人的街道上 太尉府的士兵 源源不断地赶来 却无人赶上前 烟月败了 如丧家之犬 将匕首横在我梗子上 贺道 放我走 否则 他必死无疑 不远处 混乱的马蹄声 如洪流滚滚而来 我看到了两个浑身浴血的人影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沈席玉 在他们身后 是千千万万奋战一夜的将士 圆圆 你别动 父亲擦掉唇角的血 乐亭马头 不敢寸进一步 烟月 放开他 沈席玉在不远处 踉呛下马 浑身染满了血 他丢盔蟹甲 露出伤痕累累的躯体 两手空空上前 烟月 我放你走 你别伤害他 烟月完未到 好啊 你发誓 好 我发誓 若有违背 我沈席玉不得好死 烟月冷笑一声 你拿颂元的命发誓 沈席玉抿着唇 没有说话 烟月笑出声来 粗糙刺耳 沈席玉 我真想不明白 天下美人多的是 区区一个破鞋 有何能耐 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沈席玉沉着脸 眼底闪着烈烈寒光 若不是烟月手里掐着我 他必然要了他的命 烟月视若无睹 干涩的嘴唇贴在我耳边道 宋元 我和你打个赌 你死后 看沈席玉能为你守身如玉几年 我自始至终 没有喊过一句 对他的挑衅 也生不起丝毫波澜 只是静静盯着憔悴了许多的沈席玉 沈二 你能答应我个事吗 沈席玉眼睛紧紧盯着我 说 好 我什么都答应 休了他 话落 场中一片寂静 烟月痴笑一声 到底是后宅之中的女子 皇后之位 你寄予已久了吧 我没理他 静等沈席玉下文 沈席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与他 从未互许真心 亦无夫妻之时 休了便休了 烟月催了一口 拉着我向后撤去 说够了吧 说够了就 燕月的声音戛然而止 东方破晓 照亮了他的手背上 不知何时出现的划痕 一道道金光一出云层 天亮了 他的瞳孔映照着天光 闪现出一丝茫然 少请他笔直倒地 开始抽搐 我木然低头 露出衣袍下一把 小巧的匕首 匕首上脆了千姬饮 只要划破一点点皮肉 他的命便也注定了 烟月拽住我的裙脚 瞳孔涣散 似有不甘 四周的兵马悉数围过来 却听到沈席玉 一句胆战心惊的贺指 都别动 匕首有毒 别惊着他 我捏着匕首 满腔恨意驱使下 跪在地下 将匕首送进烟月的心脏 第一刀 是为当初的沈席玉 第二刀 是为了我死去的孩子 烟月吐出血色的泡沫 含混地吐出几个字 我不甘心 女人凭什么不可以 我眉眼垂得滴滴的 轻声说道 我知道女子不义 但拿人心做计 宝田自己私欲 你是罪有应得 烟月最后抽搐几下 眼珠盯着我 蒙上一层意厚 不动了 弥漫了一夜的烟火 在天明时 悉数散去 沈席玉一步步走来 生怕吓到我 圆圆 松开手 我目光呆滞地仰头 看着她 沈席玉咽了口唾沫 在我面前跪下 握住我冰凉的手 好圆圆 松开吧 她死了 皇帝跪下了 在她身后密密麻麻的兵马 如海浪般 请客间便也随着她跪了一地 天地间 只有沈席玉的脸 倒影在我眼中 血色挂在她脸上 斑驳滑稽 隐忍一个月的情绪 骤然开闸 啪哒 一滴泪落下来 接着 想起我悲痛欲绝的哭声 二十岁这年 我成了腰板最硬的人 家中的兵权 抵半壁江山 沈席玉二十八 铲除燕党 成了实权在握的皇帝 短短一年 江山贫遭劫掠 百姓贫苦 在无征战之力 朝中的大臣 再也没有力气 为谁做皇帝 谁拿兵权的是争执 不出半个月 各归各位 齐心协力 为百姓生计出谋划策 父亲的脸色 一日比一日黑 这日又在母亲面前 发起了牢骚 开枝散叶开枝散叶 日日就是那些车咕噜话 圆圆为她没了个孩子 她万一找别人开枝散叶 我的圆圆怎么办 行了 孩子的事 可不许再提 我出宫回府探亲 刚走到门外 就听见他们的谈话 回头见沈席遇着一身明黄 正站在树下 专心致志地给我编柳环 周遭围了一圈花 迎风挺刮 好看极了 我折回去 道 咱们回去吧 他们忙着 没空见我 好 沈席遇如今什么都依着我 跟当年的沈二一模一样 她把柳环戴在我头上 屡顺碎发 夸赞到 远远好看极了 我摸摸柳环 毛茸茸的 已经很多年 没戴过了 她晚些时候 还要去勤政殿处理政务 陪不了我太久 回宫时 途径小巷 一个半大不大的孩子 像个小牛犊一样 冲进沈席环怀里 沾满泥巴的手印 在沈席环华柜的衣裳上 留下两个黑漆漆的手印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和沈席环都愣住了 孩子母亲匆匆赶到 吓得脸色惨白 跪倒在地 陛下恕罪 孩子年幼无知 求您饶他一命 沈席环缓缓低头 五指落在小孩 稀疏的头顶 分外小心地揉了揉 多大了 三岁 小牛犊 奶声奶气地回到 沈席环蹲下 若有所思地握着他的小手 像是稀罕一个宝贝 叫什么名字 小牛 他母亲爬过来 抱住孩子的腰 地下 孩子饿了 草民要带他回家了 说完紧张地 扯着孩子往回走 谁知沈席环竟握着孩子的胳膊 失了神 沈席环凶名远扬 人尽皆知 他母亲一时慌了 哭出声 求您饶过我们吧 孩子感知到母亲的不安 也哭出声 喊着爹 场面瞬间乱作一团 眼看他把人家吓着了 我轻轻搭在沈席环的手上 沈二 放开他吧 沈席环身子一颤 猛地回神 无措地望着我 那一刻 我看到的他 眼底的痴望和痛苦 我又重复了一句 让他们走吧 沈席环正正松手 妇人抱着小孩匆匆逃离 只剩下我和跪在地上的沈席环 风无声拂过窄下 天光正好 却照不进人心里 良久 他捂住眼睛 叹了口气 我红了眼眶 持一片刻 缓缓抱住沈席环 张开嘴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进宫前 我曾与父亲促膝常谈 他说沈席环当年一出王兜 就被烟月给盯上了 他能捡回一条命 是烟月算计好的 加之当年父亲的确说了狠话 断了沈席环的念想 经烟月日复一日挑唆洗脑 沈席环黑化得彻彻底底 春日多余 我亲眼看着沈席环的旧伤发作起来 疼痛难忍 烟月为了控制他 下了慢性毒药 偶然风寒 便咳得直不起腰来 若不是最后 沈席环和我父亲一拍即合 彻底拔除烟月的势力 他恐怕命不久矣 他吃了太多苦 倘若人的一生 要陷在过往的痛苦的里 止步不前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住在秦政殿不远处的一处小店里 没有名字 白日阳光正好 也很清静 沈席环下了潮 便与我归缩在此 大门一关 倒向对寻常夫妻 这日入夜后 我在店里燃起了香烛 沈席环踏跃而归 推开门 室内暗箱浮动 暖胀挑扬 我并息坐在床上 披一件薄纱 掠湿脂粉 赤足细腰 无意掩藏 我静等沈席环穿过重重围蔓 站到我身前 他步履很轻 在最后一层围蔓前 停住了 圆圆 你 我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望着他的影子 沈席环的手伸过围蔓 半天 叹了口气 圆圆 今夜 我歇在外头 说完转身朝外走 我好冷 简简单单一句话 瞬间定住沈席环的背影 你不进来吗 沈席环呼吸加速 声音嘶哑 圆圆 还是你嫌弃我不清白 话音未落 沈席环已冲入杖子 他像个失了理智的蛮牛 扔掉外袍 抱住我倒进床里 竖发的红绸落在尖头 墨发勾缠 鼻息交融 我们四目相对 沈席环眼眶红了 圆圆 我做了错事 我不配 他还在为李衡中的事自责 我摸了摸他并脚 输然出现的一根白发 不是你的错 倘若我再仔细一点 我们的孩子不会死 圆圆 对不起 我揽住他的脖子 轻轻拍了拍他 没关系 我不会怨你 孩子也不会怨你的 我主动稳住沈席环 试图抚平他心底的伤痛 久违的情愫 请客间炸开 沈席环扯烂了床上垂落的杖子 一遍遍稳着我手背 我的额头 待到最后一刻 我习惯性地绷紧了身子 沈席环明白我的担忧 轻轻吻在我耳边 说起那句重复了一千遍的话 圆圆 你是天底下最清白的姑娘 我抱着沈席环的脖子 闭眼留下一行青泪 手指在她的疤痕上停留了一夜 她随着主人的体温 变得炽热滚烫 临窗的玉兰花 饱经一夜风霜 花蕊因水珠的洗礼 而变得越发娇艳 花瓣攒满了露水 撑不住了 风一吹 便汇聚成骨 一滴滴落入春泥 天光照进窗戏 勾勒出床上 有两个紧紧相拥的身影 我动了动身子 沈席环便轻轻吻着我的耳锅 湿热的气息灌进耳窝 圆圆 累 我闭着眼 发出委屈的控诉 是 沈二不好 让圆圆受累了 有沈席环陪着 梦眼渐渐离我远去 回龙觉睡到了 日上三竿 沈席玉不见了踪影 我起身 宫女鱼挂而入 按部就班地服侍我 沐浴更衣 想去许久 未见母亲了 简单用过午膳后 我回了太尉府 还未进门 就听见父亲的咆哮 她这是仙斩后奏 无礼 我悄悄探出头 就见父亲的烟斗 敲得桌子咔咔响 母亲眼尖地发现了我 摇摇头 示意我不要进去挨骂 岳父大人 我想娶圆园为妻 父亲臭着脸 学沈席玉说话 谁是她岳父 我一愣 难道 沈席玉来过了 母亲给了她一个眼神 好歹问过圆圆的意思 圆圆是我太尉府千金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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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圆圆心爱之人 母亲补全了后面的话 父亲来回走了几圈 与无伦次 她亲口承认 入府第二日 就看上了我闺女 登徒子 不知羞 我能便宜她 突然 我被人扯进一个角落 捂住了嘴 熟悉的气息传来 沈席玉笑瞧着我 在我额头小酌一口 你怎么跑出来了 不累吗 我拽住沈席玉的袖子 红着脸嘟嘟浓浓道 谁允许你来我家了 我想娶你 心脏不受控制的一跳 我避开她炙热的目光 耳根滚烫 你空着手上门吗 沈席玉一愣 一张俊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呆滞 进而流露出狂喜 圆圆 你答应了 我哼了声 你还从来没跟我提过亲呢 沈席玉一把抱起我 吓得我大叫一声 太尉府的最高处 是一座三层的小楼 从这儿可以俯瞰整座王兜 他带着我跃上房顶 此时 日头已然偏息 金灰变洒 经历天下一竹 王都依然不改当年的纸醉金迷 一条河穿城而过 金光凛凛 穿红甲的守备军列队而过 王公立于夕阳之下 巍峨壮丽 再远 便是连绵起伏的山巒 风吹起了我的头发 沈席玉从袖子里掏出一枚缝簪 熟练地为我挽起头发 当年我坐在同镜前 曾无比憧憬我和沈席玉的未来 甲衣一针针绣出了翱翔的缝 被我小心翼翼藏入床底 我曾盼望有朝一日 被他牵着 走进红彤彤的洞房 大红洗背 鸳鸯成霜 却没成想 这份美梦成真实 已蹉跎了太多岁月 夕阳的余光照进沈席玉的眼 摔出细碎的金光 倒映着我和连绵远山 他直起我的手 在暖了三分的春风中 问 以此江山 聘尔为后 远远 你答不答应 我扯起嘴角 笑了 那就 勉强答应一下 当年 我和他曾肩并肩 眺望远方 经年战乱 如今 依然是旧人